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会住宅开工动土典礼 根据统计 社会住宅新办到2024年底 将达到原定目标的107% 很感谢内政部国家驻都中心 和地方政府的携手合作 推动居住正义 院长好 新政院长陈建仁来到基隆 参加光明安居社会住宅开工典礼 市长谢国良 内政部长林又昌 共同祈求功成顺利 光明社会住宅总经费25亿元 将新建449户住户 预计在116年8月完工 还规划脱婴中心 身心障碍照顾据点 让社会住宅提供好宅服务 为了要让新建的这个部分 能够进行的更顺利 我们也成立了国家驻都中心 刚好刚才的报告里面 也告诉我们说 这一个光明安居 算进去的话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 有一半以上的新建的 社会住宅实际上是由中央来新建 那49%是由地方来新建 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当中央地方缓解在一起的时候 互相攜手的时候 那我们就能够达到很好的目标 所以在这里 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内政部 还有国家驻住中心 在所有规划上所做的努力 还有推动上所做的努力 当然要谢谢我们的地方政府 我们谢谢我们的市政府这边 在所有相关的配合的部分 审查的部分 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协助 那也很感谢在这个过程中 提供了刚刚大家都看到了 给一些特殊孩子 给一些要上学的学龄儿童 更多的空间 来安排亲子跟社福的需求 那我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营造团队 配合我们基隆市都发出的政策 在外面放上了绿化的围离 这个也是我们全市 现在对于所有的开发案 都统一规定的要求 就是希望做绿化的围离的美化 所以我想今天又由院长 亲自来开工来组织这个典礼 相信未来的工程 跟他的落成一定都能够顺顺利利 大家都知道这个也是 国粮很重视的欺读的室内儿童乐园 旁的一个所在地 所以相信在完工以后 不管是小家庭 还是更多需要的一些基隆市民 一定可以把光明安居 真正可以让他们居住舒适 安全方便的一个地方 内政部长林佑昌出席动土典礼 强调社会住宅 是基隆河谷廊带 产业发展设计重要的一环 未来中央在基隆社宅 目标是规划一千户 希望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 那所以除了今天的这个 光明安居的基地之外呢 另外还有三处的这个基地 目前正在规划当中 那分别会是在信义区跟契鲁区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 未来能够如值如期的来完成 那社会住宅现在是好宅的代名词 除了使用的相关的一个材料 还有包括运用最新的规划跟设计的概念 另外我们还会把地方需要的 欠缺的公共服务的这些设施 把它规划进来 比如说在光明安居的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就把拖婴中心把它规划在里面 所以未来也可以提供45名的小朋友 来做拖婴的一个服务 来造福更多的年轻的爸爸妈妈 社会住宅是城市进步的一个象征 也代表永续发展 也回应联合国SDGS的需求 那我想我们接住小家庭青年 是一个基隆七堵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计划 我们的社会住宅搭配未来的大众运输系统 可以让七堵打造成一个休闲农业 然后居住亲子的一个专门的一个 我们有很良好的腹地 也是一个非常宜居的一个地方 我们未来通过社会住宅的串联 我想我们这个居住环境可以更好 也可以吸引你更多的新兴家庭进来基隆 会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 这绝对会是一个进步的象征 光明安居社会住宅 坐落于七堵明德一路和光明路口 将是基隆第一座社会住宅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12月5号是国际志工日 基隆市政府特别举办了基优志工的表扬大会 市场谢国良赞赏志工们的热血服务 将基隆打造成温暖有爱的宜居城市 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还有服务能力 非常感谢您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发奖项 得奖的志工们一一上台 有个人获奖 也有姐妹党或夫妻党都投入志工服务 接受表扬 我在基隆市五堵国小当交通导户志工 那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说 小朋友上下学的时候维护交通的安全 那当然这是一种很愉快的付出 我们两个一起去那个税务局当志工市 看到那个税件处的在不同单位 可以看到税务局到招志工 当志工心情很愉快 很快乐 我在妇幼馆 妇幼志工队的 我已经在那边当了22年的志工 然后跟我姐就看到税务局要招志工 我就过去那个征型 我是抱着服务的那个态度 心情来服务人群的 所以我对志工的那个心情是很愉快 很那个很想说帮助别人的心情 12月5号是国际志工日 市政府社会处特别举办这场 机优志工表扬活动 市长谢国良对志工们说 有你们真好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沛祥 和多位市议员都到场肯定志工们为市民的付出 今年获奖一共有272位的志工朋友 有你们真好 谢谢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我们希望可以从更多志工朋友身上 找到像在座的各位志工哥哥姐姐 这么了不起的情操 这么热血这么热心的一个关怀 12月5号这是国际志工日 也是我们一种生日 那我也很荣幸在这一天出生 那我觉得当每一位志工 我在刚刚从他进会场 其实就看到每个人脸上的那个 幸福笑容跟快乐 那我相信一日志工你是终身的快乐 因为有你们的帮助 因为有你们作为典范 所以基隆市才会越来越好 我们很多地方只靠市政府 只靠公家机关的人力是远远不足 把这些社会我们的基隆市服务好的 所以在这边配想感谢 除了今天受奖的所有的志工好朋友之外 也更感谢这些今天没有到场的志工好朋友 谢谢你们的付出 谢谢你们的慷慨 因为你们在的每一个地方 在那个时刻你的一个引导 你的一句话就帮助了一个人 就给了一个人温暖和关怀的力量 所以今天在这里获奖的270位 我们的志工好朋友们 其实是我们基隆市里面最闪亮的270颗 闪亮的星星 基隆的志工人数共有13000多人 每年服务时数超过70万小时 市长谢国良感谢强大的志工能量投入 一起来打造温暖有爱的一居城市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财团法人中华御赤奉天公 天圣圣母慈善功德会 发挥天圣圣母慈悲助人的精神 在市员张之侯的牵线下 捐出了27箱的尿布给创世基隆医院 志工们忙着将发票分类 受到电子发票上路等因素影响 创世基金会每个月收到的捐赠发票 雪崩式下降 中奖率更是创新低 真的少了很多 跑到云端去了 中奖率相对就低了 不只发票 中奖率低 受到大环境因素影响 民众捐款额度也缩水 加上创世基金会金融分院 今年度投入大批经费改善消防设备 确保43位院民安全 在原本的经费排挤下 院民的尿布存量也面临吃紧 尿布的部分目前还欠缺很多 因为目前我们的安养院民 目前是43位院民 那其实每天都需要使用 那一天的话至少大家都要抓 我们是刷10片这样子 好在社团法人中华娱乐奉天公 天上圣母慈善功德会 在市议员张之豪牵线下 立即捐赠227香尿布 总计有2106片 送到创世基隆分院 解决燃眉之急 因为社会环境的大环境之下不好 我们结合金水在前天 各位会员的爱心 社会大众的爱心 来抛砖以来捐助 创世基金会基隆分院 希望大家能共享胜举 因为现在创世基金会最急需的 就是这些成人能用的尿布 那现在43个院民 其实每天使用的尿布量都相当的大 所以说现在有这个机会 我们跟玉树奉天公这边 能够有效的让我们这些尿布 送到我们这个需要的院民的身上 再加上因为现在创世基金会 今年度其实在经费上面 也开始出现很多的短缺 包含其实现在大家使用的发票 也很多都不用实体发票 所以以往捐赠发票这个模式 现在也减少了很多 所以在这边也要呼吁大家 如果你在任何的地方做消费 其实你都可以跟他索取资本发票 这样就可以捐赠我们创世基金会 让我们大家基金会这边 能够继续的有这些小小的收益进来 今年加上我们有动工 就是消防四庄的工程 那就是消防的 就是院区的安全提升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总共需要 木十六扇的绑火门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如果换算成我们的尿布 其实我们的44位院民的尿布 的话要300多天 捐赠一片尿布 既一辈子福德 慈善功德会 抛砖引玉 呼吁更多企业和社团 一起来捐尿布 帮助创世植物人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政府争取2000万元 来修缮海星游泳池 预定12月完工 但是11月份呢 受到天后的影响 这个灌江工程受阻 采发处已经请厂商 加派人手 白色浪花打在椒檐上 海星游池空荡荡 四周围起了施工围离 工人忙着进行 楼梯某板施工 把握基隆难得晴天 包商赶紧施工 距离完工日越来越近 但天后因素无法控制 有民众担心 完工日恐怕延后 试探服产发处 每天盯紧工程进度 两个大楼梯的部分的话 底膜的部分的话 厂商这两天的话 会把它赶起来 赶起来之后 因为还要为了安全的部分的话 还加上还要绑经的作业 那米思的部分的话 等于是这两天的话 我们会 厂商会利用这个天气的部分的话 尽量看能不能在礼拜四之前 把这些相关的工项把它做起来 因为在礼拜四之后 目前的话天后状况其实不太好 但是因为要电汗 然后怕会漏电 导电 然后像昨天下雨 模板工已经导两个了 感冒 涉案府争取两千万改善海信用池硬体设备 除了景观平台空间加大加宽 走起来跟安全另外细水区 依照原有的设计 区分成深水和儿童游戏区 来确保细水的安全 因为这个没法看嘛 像中间 会比较同样 会比较到顶楼都没法看嘛 现在都做得看啊 是不是 后来台北人都来修 人都给你学路 海信游泳池封闭半年 民众期盼早日完工 但受到基隆冬天 其有因素 灌浆工程恐怕会受到影响 涉案府强调会全力赶工 后续接续办理验收工作 尽快开放民众使用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主要非白公 谢谢 我家的一份来下礼拜可我可以帮我们家打扫一下 一下下就好 这样不好吧 请谈哦 副主批用外籍移工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并顾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及一亲户籍资料证本 阿吉借过 你那是无银脚吗 怎么亮的 快教我 什么无银脚 是我的地价税 无银浪 赶紧去脚税啦 不用急 现在用手机脚税超方便 只要扫描脚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脚 另外 还有这些多元脚纳管道可以选择哦 112年地价税开中 安心缴纳依止痛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金融市五旗重划区 近年周边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走山 其中紧邻教中街119项的地苗挡土墙 被技师研判功能不佳 市议员韩世玉在总质询时特别关心哦 一起来关心 就市议员韩世玉首先关心地震事务所整并影响民众 强控问题 紧接着他还关心 申美五旗重划区地毛的监测情况 我记得是每一年的话都要去做一个监测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针对于受力不足的部分的话 要等于说要去做一个算是整理这样子 那当然整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看到说我们这个有编列相关的一些预算 但是问题是呢 我们的很多的居民的话 大家是要讲说 那平常的话如果说挡土墙 比如说有一些树木啊 或者是有一些杂草的部分的话 是不是也要麻烦我们地震处这边 也把它裂岸来去做处理 对此金融市政府地震处长证实有地毛出现异动情况 金融市政府明年已经编列560万元经费进行补强 有一些这个算是它的数据有一些异动比较大 还没有到利息危险的程度 所以我们已经 今年的预算书我想 韩宜座应该也有看到才会问这个问题 我们确实编列了这个 今年先编列560万的这个补强的一个设计跟施工的作业 那在114年也就是后年 那我们明年预算编的时候 也会再编这个1000多万 总共分两年编列 那两年合计是2010万元 来办理这个地毛的这个补强 以及这个地毛的这个检测 另外韩世玉也提到 校东路从5月导入智慧号之后 至今成效显著 不过近期却发生小绿人秒数不见 影响行人过马路安全 这个校东路与深溪路 还有深澳坑路口 导入了智慧号洞系统 那自呢5月12号实施以来的话 他现在目前的话 我们拿这个去年跟今年比 110年的5月12号到11月10号 他的所谓的违规 或者是这个造成交通混乱的事件 违规事件是76件 但是呢今年实施 5月12号到现在至今 违规的话总共7件 所以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显著 而且还有的话就是 对于当地的交通是有非常大的改善 这边的话也要感谢市长 那但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他的小绿人的秒数不见 那导致呢我们很多的社区民众 这个不是开玩笑 很危险 走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变红灯 你要他怎么办 你要他往后退吗 还是要他往前走 有可能就会被车撞 为了疏解孝东路深溪路 尖峰时段塞车问题 韩世宇也建议台六二甲线 能够增设杠子辽交流道 金融市政府交通处方面表示 将持续向交通部公路局反映 争取启动程序 评估可行性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 在政大地震系孙正义教授的陪同下 日本大阪大学两位学者到金融参访 并办会市长谢国良 由于大阪将在2025年举办世界博览会 市长谢国良表示将借此机会 讨论交流大阪国际港口城市的治理经验 为基隆共创新荣景 日本学者大赞基隆美食 芋泥西米露好吃 在政大地震系教授孙正义的陪同下 日本大阪大学教授木多道宏 和副教授山田美和来到基隆参访 并拜会市长谢国良 市长也准备甜点美食和咖啡 请贵宾品品尝 由于大阪将在2025年举办世界博览会 市长谢国良表示 感谢政大邀请对都市规划学有专精的 木多道宏教授道法 也借此机会交流基隆和大阪的城市治理经验 与海港观光资源 大阪大学他也是 木多教授也是在城市都市计划规划 都市治理方面有很多的专精 大阪在2025年也要举办世界博览会 所以我们很感谢政治大学 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把大阪大学的资源带来到基隆来 会一起共同研究对于都市治理方面的一个发展 包括大阪港也有一座摩天轮 所以我们会针对各式各样的都市城市生活议题来深入的讨论 也吸取大阪过去在一个都市治理跟港口治理的经验 大阪即将在2025年举办世界博览会 所以大阪市会有一个崭新的改造 以及更新的计划跟机会 那这个过程非常值得两座城市来彼此交流 甚至交换意见 也有机会通过这样的交流 把一些想法带回来基隆 那帮助谢市长让基隆的未来变得更美好 大阪和基隆市 以各种各样的交流 以为何一个全世界的普遍的想法 我相信呢就是未来我们大阪 还有跟基隆这边一定可以 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共同点 那我们未来一定可以互相的分享各样的经验 然后让我们两地都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市府官销处蔡惠亭科长 都发处林嘉宾科长 教育处吴宇杰科长 与公测会总干事刘启奇 也共同参与这场交流讨论 大阪大学教授说 基隆是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 很开心有这次的交流机会 他也期待大阪和基隆 未来能在各方面持续交流 未来有机会 他也将带大阪大学的师生再度造访基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 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 卫福部健康医院从去年开始 就跨科室成立减重诊和门诊 门诊医生也是肾脏科主任林吴选 大方地分享自己减重的过程 依照个人的健康状况 给予事实的减重药物或是真剂 是不错的减重方案 您可以再拍近一点 卫福部基隆医院副院长陈伟达 和肾脏科主任医师林吴选帅气合照 展现标准身材 不过您知道吗 兼任基隆医院减重诊和门诊医生的 林吴选主任 现在大约71公斤左右 过去则是重达84公斤 小跑步大约50公尺 就会气喘如牛 这层楼走到我们对面到约列到急诊那边 那一段长廊 从二楼走到长廊 我大概在我80几公斤的时候 其实从今天光走过去 那个其实就稍微有一点点的喘了 如果说那时候一些 有一些病人状况比较紧急 我要小跑步的时候 光跑这一趟其实就会开始喘了 虽然多次减重成效依然不好 因此亲自试试看 减重症剂也就是俗称瘦症和减重药物 并且分阶段积极配合饮食及体能运动 终于有效减重13公斤左右 找回更健康的自己 那我其实我刚好昨天病人 突然有紧急状 我从急诊那边一路脏冲回来 而且是跑得还蛮快 我当我跑到这边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没有到很喘 他脚步也还蛮轻盈的 药物不是一直用下去 但是不管是我自己 还是我在减重门诊的经验 就是他是一个开头 让一个来减重的人 会有一个好的开始 让对于减重这件事会更有信心 不过林吴璇主任医师强调 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减重症剂或是药物 而且这些药剂都只能够在医院 根据医生处方才买得到 因此如果要采用药物或是症剂减重 一定要到机动医院减重症和门诊 等专业的医院 经过专业医生评估后 再使用才会安全不伤健康 启动这个减重的治疗 所以一开始的第一次的出诊 我一个药都没有给他开 他说我来了 我现在今天脚那么多钱 脚五六千 你总开给我点药 我说不行 你第一次来 我手头上面我什么资料都没有 我必须要先看一下说 你的手脑到底有多高 你的肝胜功能到底是怎么样 那仔细的评估之后 我才可以 第一个我才可以去评估说 你到底适不适合这用药 你适合好 我要用的时候 我会针对你的身体状况 去调整你的 该适合你的药量 那如果你身体不适合 这个药物的方面的减重 那我们就会透过营养师 透过复健师 然后去用药物以外的治疗 甚至其实现在比较少 我们医院的话的中医的这边 也有在辅助做一些 那个用针灸方面的一个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 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 呼吁人们应该要重视肥胖 对生理及心理健康的危害 因此卫福部基隆医院 在民国111年特地跨科室 成立减重整合门诊 林吴璇主任医师 在减重记者会上 除了大方分享自己健康 有效减重经验之外 也分享基隆医院减重整合门诊 已经帮许多位民众 采用不同方式 有效又健康的减重不复胖 欢迎有需要的民众 可以来和基隆医院减重团队 一起讨论 拟定出最适合自己的减重方案 有效改善健康 活出更精彩的人生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插座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肺杀怎么帮我处理啊 Showcase 首先 我发现你的冷气 它得太冷了 肛脏的绿管比较固定清醒 电池 阴气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大家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必须省下不少电费 老振电炮换LED 省电 省钱 又一亮 哎哟 真厉害啊 什么事 听说明镜需要您的味道